太阳能发电 是近年来被积极发展的绿色能源之一 原因是太阳能的锄量巨大 来源太阳不会枯竭 太阳能的转换也不受地域限制 最重要的是它能达到环保的功效 而太阳能发电的原理是来自光电效应 也就是将太阳光转换为电 提供大家所需要的电力 现在有些地方的传统路灯 都已经替换成太阳能路灯 在白天时 路灯上的太阳能板会吸收阳光 并将其转换成电力 储存于电池之中 到了晚上 就可以利用白天储存之电力来照明 不必加电线 不用负担电费 也无需担心停电 天灾等突发情况 除了太阳能路灯外 在我们的身边 还有很多利用太阳能的产品 例如手表 计算机等 都装有小型的太阳能板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呢